今天要補充幾句關於民主、專政和現在中共行政 我們知道民主的好處是如果有一個不好的政客上台 一定時間後就會下台 即是有得轉,這是國民主的好處 這也是可以保險到如果政制有問題的話 不會錯得那麼重要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歷史 在毛澤東專政的時候 那三年 就算用我們在澳洲期間三年為規定 這三年發生的事情仍然無法停止 即是說民主給我們的所謂保證 保證如果有一個不好的領導就好上來 我們下次可以不讓他上 那仍然要拖三年 中國在大饑荒的例子上 就三千多萬同胞死了 所以 所以有時候民主是否可以作為一個保證 即是說給一個所謂 Risk的 保證 讓他 不要碎那麼久 這個是 我都覺得有傷確 第一 第二 就是 專政的不好處 如果碎上來真的可以碎很久 中國又看到一個例子 我們 在 中共立國一直到毛澤東死亡的時間 你根本想改無法改 你猜沒有人知道不行嗎 我相信很多 比較高層的官員都會知道 但他們不敢說 改不了 這是 專政的大壁病 這是沒有辦法的 要是專政 專政就是這樣 而今天中共在走的那套 是專政 不過還要加上一件事 他也是 在英文叫做 Meritocracy 即是以靠那些 人的工作能力 Merits 那個表現 而組成一個政府架構 他的選材過程 就是通過中共的所謂 中國的組織部 那個組織 中共的黨的組織上 給那些有興趣從政的人 從低下層做起 然後 一直 看他的表現 如果表現好可以升 表現不可以跌 或者是被人排出堂 或者是炒 慢慢爬上來 所以到最高層那裡 那些人是有能力的 這個就叫做 Meritocracy Meritocracy 跟專政有同樣的問題 如果那個人 真是 大奸大惡 又欺騙了人民三十多年 好像爬到最頂 然後他是壞 那這個國家會怎樣呢 一樣 現在在 中共的制度之下 他現在是 給你任 十年 衰十年 但衰十年也是很大件事 這件事 這是真的 所以 我一直在說 我們要找一個適合 中國的政制 現在還沒找到 我看到民主的弊病 現在 再重複 現在 那個選舉期太短 變成了 領導為了要獲選 而做一些很短線的工作 這是第一 第二選舉要貴 選舉季就是有錢人可以買起政客 而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現在 在各個所謂民主國家裏面 那些政黨是 給了 兩邊 就是 如果那個國家是兩個黨 兩個黨的人都同樣買了 所以這個政策 不能改變 也是 你 A黨上場好 邊黨上場好 政客都是為了同一班 有錢人的勢力 而工作 所以這就是我現在看到的缺點 至於這個缺點 可不可以改正分過來 我亦提了一個 Democracy of work 希望那些 公司就由 那個僱員本身自己組織上來 而當公司賺到錢 這些公司本身亦都可以 通過同樣的途徑 對那些 政客做了一個影響 如果我能夠把財富的集中 是 減少 等到財富不是 那麼集中的話 我們會 大些機會 民主可以真正正走得到 專政 我已經說了 肯定是 一個禍根 所以 遲早 中國一定要離開 這個專政的制度 一定要想到另一個途徑 如果想不到另一個途徑 我們 中國 所負擔的 Risk 即是 有一個壞的走上來 那個Risk 引起很大 不過 中國 人多 不怕 死幾千萬人都 濕濕碎 這樣才慘 所以 想補充 我不是說 中共現在的制度好 我只是說 民主有它的不好的地方 專政肯定不好 我們現在是要找一個 合適的路去走 那這個合適的路是什麼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 想大家可以 給一下意見 看看我們可以一起聊天 有一個